航线在一些细节上面做的还是很细节的 比如说上个慎平是在五月份出的 这个慎平也是 真实修炼两年 慎平强势归来 这期视频呢 就是新世界慎平的全技能机制解析 展示移动闪避动作 模型的同时 聊下他的技能机制 慎平这个角色呢 在普通攻击里面穿插了一个长按 每段普通攻击都可以长按平A 获得一段格挡的效果 格挡成功可以产生两个替换技能 两个技能都有长按机制 激动技能也有长按机制 好的 咱们开始逐一解析一下他的全部技能 慎平的普通攻击分为四段 最后段的攻击范围比较远 如果是普通攻击过程当中穿插长按 每次攻击将会有一段小的位移效果 咱们来展示一下 首先这个每次普通攻击 它相当于一个蓄力的状态 在这个蓄力长按普通攻击的过程当中 如果防反到对面的攻击 将会触发产生替换剂 在命中敌方单位的情况下 每次普通攻击蓄力 有一定的吸附效果和扫地效果 所以说不用担心自己在蓄力的时候 打不到对面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防反 防反技能 一技能是一个抓取 二技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顺皮的小艺 这个平A自由锁定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防反优先级非常高 另于大妈这种免抓的角色的 一技能抓取会变成一个肘击 普通攻击的一些细节和机制只有这些 接下来咱们展示一下 一技能的短按和长按 短按攻击范围比较近 有武装色 一个简简单单的政权 8000的伤害一点也不低 命中产生的此技能变为一个肘击 一技能在长按的情况下呢 是一个回旋梯 长短按产生的此技能一模一样 但是长按的情况下 此技能会直接产生 打正常角色这个抓取 就是一个水流过肩衰 蓄力过程和命中过程 这个技能都处于霸体 二技能短按是一个积水 此技能丢出一个鲨鱼 命中之后往回拉 长按这个技能 蓄力的情况下是一个枪拨 攻击范围很大 而且这个此技能呢 在命中之后我们可以直接闪避 让这个鲨鱼持续攻击一段时间 整体技能模组之间的联系 还是很棒的 为盛平这个角色打一套 还是相对比较头疼的 再展示一遍这个长短按 短按是撒一个积水 这个鲨鱼可以直接闪避 让这个鲨鱼持续攻击 长按的积水范围真的是很大很大 盛平小翼 五赖罐 这个小翼有一定的吸附范围 在背后有一点点的身后判定 可以把对面拉出来或者拉出去 创销还是做得不错的 经典新世界的角色 就是老角色 Gio变小翼 接下来咱们展示一下 Gio和前面一样 先空两下 让大家看看 然后再释放命中的效果 大招很还原 和往期视频一样 小奥加旧奥 咱们一起给大家展示 激动技能一 枪拨群羽 短暗射的这么一下 范围也是非常大 长按的话会时间更久 但是这个技能结束 约等于没有任何硬值 硬值非常的低 伤害也比较一般 相对于来说呢 不如另外一个激动技能 在PP当中好用 另外一个激动技能 焦瓦正全 说实话 这个改成激动技能 实在是太爽了 18秒一次冷却时间 这个技能 不管是骑手 或者是走位 跑路都非常好用 版本更新 八哥又送福利了 请在兑换吧 新世界圣平 5月16号上线 两个高招 加一个强者 加50万贝利 海鱼形象 齐姆尼 活动免费送 然后就是 三个角色自选 新世界纳美 圣平大雄 三个角色三选一 最后展示一下 圣平的援助技能 记得点一下关注 后面有什么 新角色新内容 咱们都会第一时间 做解析 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